2024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八强赛的首场比赛 今天下午打响 身穿白色队服的山东男排对阵浙江队 山东队开局进入状态更快 快速将比分拉成7比3领先 本局比赛山东在各项技术上全面压制对手 尤其在篮网方面他们就得到了5分 随着队长王静一的篮网后二次反应 网口征求得分 山东队以二手比十二拿下首局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我们 整体发挥的比赛江队稍微好一点 包括一些防反球的处理 还有在篮房上对对面的制约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能获胜的一个 关键的地方吧 之后二手比十八 山东队赢下第二局 第三局 浙江队开局取得四分的领先优势 尽管山东队奋力追赶 但局末没能抓住机会 浙江队以二手比二十二 追回一局 第四局 山东队没有再给浙江队机会 依靠八球开路 以二手比十八 大比分三比一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率先晋级四强 关键四是甚至比 关键四决定难打 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说充分调动 他必定是个强队 所以队员今天心态要稍好一些 但最主要是 还是个四强的心态问题 另外一场比赛 身穿黄色比赛服的上海男排 以26比24 25比17 27比25 大比分三比零 战胜了福建队 晋级四强 对我们来说